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常说儿童青少年是花朵 是幼苗 儿童青少年也是家庭的希望 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是需要呵护的花朵 但是他们当中偶尔也会出现几株毒草 几朵毒花 青少年犯罪和毒品犯罪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三大公害 在世界范围内 青少年和成年初期是犯罪的高分年龄 这和什么东西有关系呢? 这和青春期危机有密切的关系 犯罪的青少年 狭义上是指14到18岁的犯罪者 占我国整体犯罪人的3%到5% 而广义上的犯罪青少年是指14到25岁期间的犯罪者 占比为20%左右 我们平常所说的犯罪青少年更多的是这个人群 当前我国有10万左右的少年犯 我们先来看一个极端的青少年犯罪的案例 在1997年2月开始的三个月时间里 日本的神户市连续发生了三起 残忍杀害儿童的案件 共杀害了两名儿童 镇山三人 这个案件被称为神户连续杀童事件 犯罪人的手段非常的血腥 残忍 包括分尸 虐尸 和人血 寄生声明书挑战书 警方开始以为是一个变态的成人作案 最后抓后的凶手竟是一名民警14岁的少年 称为少年A 事件整公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发生在1997年的2月10号 两名女腾走在大街上 突然被少年A撑后面用锤子突然攻击 造成了七争一人重伤 女童当时看见了座儿人是穿着西装外套 手里还拿着学生的书包 这个阶段是尝试性的和随机的袭击 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 这位少年A向一个女孩子打听厕所的位置 这个好心的女孩带领她到了学校附近的厕所位置 少年A对女童说 你把脸转过来 我要谢谢你 当这个女童转过身来的时候 她就用铁锤 从正面锤进了女童 在逃离中被另外一名小学生看见了 少年A就使用小刀刺向了她的腹部 造成了重伤 而第一名受伤的女童 因伤势过重 在抢救多路之后死亡了 当天少年A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 我今天做了一个吓人的实验 来证明人类有多么的脆弱 当女孩转向我的时候 我挥动了手中的铁锤 向她敲击了几下 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随后她又在日记中补写道 我好像没有被抓住的迹象 我要感谢神明 请她继续保护我 这个阶段是选择性的 诱骗的杀戮阶段 下一阶段就更为血腥了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 少年A遇到了另外一名少年 他们本来就认识 少年A以我有蓝色的乌龟为由 把他诱骗到人比较少的高台上 用事先整备好的绳子把他勒死了 并将这个尸体隐藏起来就走了 第二天 少年A又回到了案发地 他把被害少年的头部割下来了 藏起来 并向尸体射精 还在尸体的面部割开了伤口来喝血 很吓人吧 第三天 少年A将被害人的头颅带回了家里 清洗干净 第四天的连晨 犯罪人将被害人的头颅放在了神户室内的一所中学的校门口 并留下了声明书 自称自己就是那个学校的杀手 又过了二十多天 犯罪人以酒鬼强威圣斗的名义 向神户新闻社寄来了声明文 很显然 这个犯罪人对这个犯罪事件还专门取了一个名字 叫酒鬼强威圣斗事件 什么意思啊 酒代表叫勇气 鬼就是死神 强威就是玫瑰 圣是指圣徒 斗不斗 就是指有勇气的漂亮死神圣斗事 确实有点典型的日本漫画的画风 这是犯罪人的一整心理自居作用 犯罪人以漂亮的死神自居 这很可能是他的生活的一整理想 在这个信中他说 当我杀人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从持续的震恨当中 获得了自由 减轻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他人的痛苦 现在这是游戏的开始 如果你们只是认为我只能杀儿童 那真是一个大错特错的想法 看来很嚣张吧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闲看到 他是实实在在地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是精心策划的 体验色的宣泄模式 变态的成分很突出 比如说有杀害 有分尸 有虐尸 有喝人血 即生命性 在案件侦查的过程当中 警方曾一度怀疑凶手是20至40岁的男子 后来通过生命线当中的笔记 内容分析 还有女童的辩论 警方很快抓住了犯罪人少年A 少年A也很快的供应了三起凶杀的事件 因为他只有14岁 低于日本刑法规定的16岁的最低刑则年龄 少年A被剩入了少年感化院 7年之后 2004年 少年A这个时候21岁了 他从感化院释放出来了 事发18年之后 2015年 32岁的少年A出版了以绝歌为名的书籍 书贞详细记载了整个杀人事件 所谓的少年A现在已经是40岁的真年人了 2000年的时候 日本国会位置还将最低的刑则适应年龄成16岁 降至14岁 但是仅仅的4年之后 也就是说2004年 也就是少年A曾感化院里面 释放出来的那一年 日本又发生了一个11岁的少女A 杀害一个小学女童的事件 这名少女可是在听着少年A的案件 成长起来的学生 少年A为什么会成为杀戮的狂魔呢 心理动力在哪里呢 她自己在声明信单中 谴责了日本的教育制度 她说 强迫的教育 造就了一个我 一个隐形的 残酷的我 这反复是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啊 早在幼童的时候 这个少年A的品行障碍的症状 已经出现了 她在儿童时期 经常把虐待和杀害小动物 当作一种嗜好 在小学的时候 她经常把抓来的青花 捆绑在一起 排成一排 自己以自行车 碾杀他们 赶到快赶 很快的 当她进入青春期之后 在增学里 她就开始对女生 施施有预谋的杀戮 我们知道啊 青春期是人生的特殊时期 正处在人生的青春期 正如河流丹增 可能会遇到暗交 有时可能还波涛汹涌 甚至惊涛骇浪 他们处在人生的动荡时期 这个时期存在做自身生理 心理的冲突 这么一些风险 还有啊 社会环境的一些消解影响 而这个时期正是一个人 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这些消解的压力 可能会轻视他们的心理 实际上啊 每个人都必然经历一场 不同程度的青春期危机 那么青春期的少年 要经历到底哪些风险呢 具体来说 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成人感和依赖性之间的冲突 少年们的身体啊 快速在成长 已经是一个小大人了 有一些独立的意识 但是他们的生活各个方面 都还要依赖家庭的支持 第二点呢 是性唤醒和性道德之间的冲突 进入青春期之后 他们第二性征出现了 性机能唤醒了 但是性知识性意识 尤其是性道德意识 还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有一个教育专家说 最大的风险 是性欲已经醒来 但是性道德还没有同时到来 第三点 他们的认识已经快速在发展 但是存在着片面性之间的冲突 按照心理学的 有一个效应叫妇灵效应 就一代比一代是更加聪明的 虽然这个原因还是比较神秘 但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 他们的支持的快速 增长 他们的认识能力在提高 但这个时期 他的认识很容易产生片面化 有一些偏激的观点 具体表现在 就他们的逆反心理很严重 第四个 他们情绪很丰富 但是冲动性很明显 他们情绪的体验很深刻 但是社会性的情感成熟度很低 很容易撑动 他认识和情感之间也存在着 撑土 就是说道理上完全明白的 完全知道的东西 情绪情感和行为上 并不一定会接受他 第五个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 这个时期 是他的理想 他的自我角色建立的关键时期 他有玫瑰色的理想 很美妙 很丰满 而现实情况 却往往非常的骨感 如果这个时期 他的主观预期太高 落差就会很大 在这其中 也有因为时代环境差异 造成的代沟问题 这确实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 青春期危机的表现 1993年的时候 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 叫Terry Moffitt 通过跨文化研究之后 得出 他认为可以把 青春期的犯罪人 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呢 叫青春期有限型的犯罪人 什么意思呢 他们在童年时期 是很正常的 只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后 受到青春期危机的影响 他开始有越轨的行为 到18岁之后 他们一般很快会回到 正常的轨道诞生去 不再有违法犯罪行为 那么这部分人呢 占青少年犯罪人的70% 就是说大部分是属于这个 限电型的这种犯罪人 第二类呢 叫增生持续型犯罪人 这部分人呢 成小就开始做坏事 到了青春期也会做坏事 青春期之后还会做坏事 这部分人啊 只占青少年犯罪人的5%左右 他们在幼年时期 就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判例行为 进入青春期之后 他们有可能有品行障碍 有反社会性能格倾向 18岁之后 他们的犯罪行为 一般还会持续出现 甚至可能伴随着一辈子 他都有犯罪行为 他自己难以自动争执这种犯罪 他们这部分人的发展轨迹是 小的时候 他们就表现出注意缺陷多等症 表现出注意力难以激增啊 很难以和别人发生冲突了 大一点的时候 就会出现典型的叛逆 比如说对抗群威啊 对抗老师啊 或者从学校逃学了 再大一点了 就会表现出品行障碍 比如说说谎了 恶作剧啊 很喜欢恶作剧 打人伤人或者虐待动物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特征啊 虐待动物 再往后发展更严重的 就是反社会人格倾向 违法犯罪行为就出现了 比如说破坏公务 盗窃 发展后面的暴力的行为 比如说校园暴力 最为严重的 是精神变态倾向 这些人啊 冷酷无情 这是一种稳定的 难以矫正的人格特质 这类青少年任期发展的话 有较大的可能性 会成为极端恶行 和性侵害的犯罪者 他们是沿着这么一个 路径发展出来的 日本神户的这个少年A 大家认为是哪一类 犯罪的青少年啊 他在接受七年的感化之后 好像没有诚心犯罪 但是我们根据他 在儿童时期的品行 和犯罪表现来看 具有一种邪恶的表现 对吧 更具有真身持续型 犯罪人的特征 你们觉得呢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现象 已经到了中年的他 从来没有向被害人 和被害人的家属道歉过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他内心犯罪的驱动力 还是存在的 他并不觉得 这又是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可能这种犯罪的驱动力 被掩盖了 被隐藏起来了 我们再来看几个国内发生的案件 2013年 曾庆的一个十岁的女孩 在电梯里遇到一个老人 带着一个一岁的婴儿 同在一个电梯里 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相遇 没有积怨 也没有冲突 这个小女孩就动身恶意 他们到了到达一城的时候 他趁老人搬动婴儿车 到电梯外的功夫 他就快速的按下电梯门 强行的抱起婴儿 这个婴儿当然是不论医 他就摔打这个婴儿 更吓人的是 到了25楼之后 他将小孩从窗户上扔了下去 最后还煞有介事的到楼下 和小孩的家人一起去找小孩 此时我们马上能联想到什么 她是一个邪恶的小女孩 只有十岁 在事发前的两三天 她的同学就听她说 她要把小孩装在书包里 从高楼下扔下去 还当做同学的面 吃下了一个粘碎的蜗牛 这一般人做不到吧 2016年 广东的庞宇 一个19岁的少年 奸杀了一个11岁的女童 而实际上 她在13岁的时候 曾经就杀过一个4岁的男童 不是说偶然出现的 她有这种恶性的习惯性 2019年的10月 大连的一个13岁的少年 诱骗一个10岁的女孩到家里 试图要强奸她 在遭到反抗之后 她就用刀残忍地杀害了这个女孩 女孩的身上留下了七处刀伤 随后她将女孩的尸体 藏在小区的草层当中 在犯罪事件曝光之后 她还非常庆幸说自己 只是失事虚岁 在同样的环境下 为什么别人没有成为杀人者呢 家庭环境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 就是和家长的教育方式 有密切的关系 错误的教育方式就是 灌子如沙子 这种心态恶性发展的路径 是小的时候是任性的熊孩子 天不怕地不怕 而且谁也管不了 很自私很任性 大一点是什么了 在家里就变成了不孝自止 再大一点了 就变得更加恶劣的逆子 这些人到了社会上 会变成什么了 持足的恶棍 所以他们是沿着熊孩子 不孝之子 逆子 社会恶棍 这个路径发展起来的 这些人违法犯罪词 动机非常简单 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这个性质非常恶劣 从上面三个案例当中 可以看出 虽然他们年纪小小 他干出来的事非常邪恶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 两类青春期危机犯罪人 青春期有限犯罪人 他们在青春期有违法犯罪行为 当他们进入成年之后 绝大多数人都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不再有违法犯罪行为了 而真身持续型犯罪人 他们一般严作儿童多重症 少年的品行障碍 反社会人格障碍 甚至是坚神病态的方向发展 成为持续的作恶者 犯罪人 2019年的时候 学术界还提出了一个专门的概念 来描述这种情况 称之为极端危险的人格障碍 简称叫DSPD 就专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一恶性循环 是如何实现代际传递的呢 这些人有的确实具有 遗传后变异的消极生物因素基础 更主要的是通过错误的教育方式传递的 所以说青少年犯罪人 更多的是由环境造就的 在青春期危机的背景之下 变成了越来越坏的 违反社会规则的人 这些案件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个人成长过程当中 心理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人有了心理健康 才有可能是一个健全的人 在教育观念上 智慧和道德情感的培养 都是很重要的 其中哪个更重要啊 道德情感更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了德 这就是个坏人 就是个恶人 你光有智慧有什么用啊 光有智慧只会 让他借事作恶 著作为虐 在教育方式上呢 我们可以看出 强迫式的教育 危害很大 人意导致心理变态 他们或者极端的自卑 或者是有极端的疯狂 对内的是自卑 对外的是疯狂行为 而相应的呢 那相应的呢 引导式的散视教育 往往更能取得成功 所以啊 一定要让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真切地体会到快乐和意义 也就是说 积极快乐的体验 对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这样 他才有幸福的人生 大家在听了这个青春期犯罪人之后 有什么感触呢 比如说你们身边 或者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身边有没有这种青春期危机 导致的犯罪人呢 有没有很邪恶的青少年犯罪人呢 欢迎大家加入到留言区来讨论 我们共同来探讨危机争的青少年